大家好,我是Elena 现在是料理果树的季节 这期我们来讲一讲葡萄的繁殖 千叉和葡萄的品种改良 还有嫁接 相信很多家庭种果树都不会种太多 就是种上几颗葡萄,几他别的果子 结果的时候发现果子不好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把整棵树砍掉有点可惜 我们解决有两个方案 第二个是千叉繁殖 用买来求来的枝条千叉 果神给了我一些好品种的枝条 在我们这里并比较少见 主要是国内几个比较火的品种吧 我一直想来示众一下 那这样的话到两到三年的时间 千叉不一定秋冬,春秋更好 嫁接千叉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冬天来操作 主要是因为能够得到修剪后的葡萄枝条 用一把锋利比较快的剪刀切一个鞋切口 然后呢把枝条外面的这种褐色的表皮给它去掉 这样的有利于生根 这就把枝条插在水里面 可以保持它的水分充足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这个动作有点像削铅笔哈 那葡萄千叉呢有几个要点 第一,生根的温度是15到20摄氏度 冬天如果室外的温度是不够的 一般它要到开春才会长根 第二,机制要疏松透气透水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一半的芝食 加上一半的珍珠盐 我要放室内 那这两个呢不会有这种小黑飞 这种虫啊之类的 比较干净一点 其实随便菜床的土啊什么的 往里一怼 一般春天也会能够长根的 冬天千叉很容易 只不过是时间要很长 第三,工具要消毒 那所有的器具都要用酒精消一下毒 也可以用高门三甲或者多菌磷 泡一下枝条哈 第四,枝条泡水12个小时以上 大家看了没 我是昨天泡 今天来擦 这个是关键 第五,室内 要放室内哈 我的生根粉找不到了 其实呢如果有生根粉 最好放一点 今天没有用吧 以前这样牵插又活过 只不过呢会长根长得慢一点 而且呢它主要我觉得是消毒的作用也有 我们挑一个有两到三个芽点的枝条 把斜切口朝下埋入机制 第一个芽点一定要埋进去 多出来的两到三个芽点呢 多出来的一到两个芽点呢漏在外头啊 我是干的机制扦插 然后再来泡水 今天晚上呢会下雨 我就会把扦插苗放到外面啊 上面淋着雨下面这样泡着 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拿进来 天去一包说是小雨啊 大泡雨不一定行啊 这是偷懒的方法 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我 三十九七玫瑰的繁殖扦插 细节和要点都是很接近的 最后一步 贴上标签 不然会搞不清楚 所有的枝条都长得很像的啊 我经常会有一些扦插的盲盒 都是忘记打标签了 或者是标签掉了 这批主要的品种是 巨玫瑰啊 下黑啊 这种 我们把它放在室内吧 像一个车库 或者是厨房客厅的一个角落 那这种方法要两到三年吃上果子 其实太慢了啊 大部分的人如果像我这么着急的话呢 那么嫁接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在原有的果树上 做嫁接改良呢 主要有枝接和牙接两种方法 个人比较喜欢用枝接吧 枝接和牙接呢 区别就是一个是用牙点 一个是用枝条 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 完全看你个人的习惯 枝接的枝条呢 我要跟枝木接上的那一个口啊 那个地方我们要给它 削成一个扁平的细形 这个平不平滑 是成功的一个关键之一 上面那个头 露在外面的头呢 我们把它包好 因为呢很快又可以给它保湿 要防雨 我们明后天就要下雨了 整个冬天 今年雨很多 其实之前没有时间 最好都不要在雨前和雨后加节 如果包得好的话差别不大 所以我们要卷得紧一点啊 那干活的话没办法 生活很忙碌嘛 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 有时间就把这个活就干了啊 结束呢 我们就看中间一半皮开的地方给它插进去 进来两个枝条的表皮切合 然后呢 尝上 Parafil Parafil的好处呢就是 我们把它包好之后 这个芽 它可以穿过这个架节袋 自己长出来 不用去给它到时候给它戳破啊 给它拆 我们要是不确定的话 不浓的话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那个芽点啊 其实出房保鲜膜啦 这种也可以呢 就是这种嘛 方便一点 绑扎呢 有点像是外科 像断骨啊 这种的手术 我手里比较小 那么就尽量多卷几次 往里拉 最紧一点 然后外面给它贴上一个电弓的黑胶袋 就那种家里面经常有的工具箱里都有的 这步操作 目的是为了两个切口 能够更贴合 这一步其实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贴合度高 那然后呢 还有就是 假期的时间 最好其实是五六月份啊 秋天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是冬天 刚才讲过的 我们冬天它有枝条嘛 第二个是 像这个葡萄树都修剪了 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嫁接在哪 像我冬简是剪得很狠的 不然的话 一堆叶子你根本看不见 好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 不用管 到春天的时候 也要会自己出来 到时候我来update 跟千叉一样 我们要给它挂上一个品牌的吊牌 吊牌要固定的好一点啊 尤其是方便以后辩论 不然的话是根本就很 像我这种机型根本记不清呢 嫁接和牵窗很容易啊 鼓励大家都试一下 谢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陪伴 谢谢您的陪伴